回到本港 新春花车巡游晚上在尖沙咀上演 女法局估计 沿途有5至6万人观赏 今年的巡游有什么特色呢 去作权讲 最应哲的老鼠仔 加上西班牙的太阳花 还有大溪地女郎 这个冬冰冰的年初一晚 当堂暖了 25队表演队 在12辈子花车之间穿插演出 对对都出尽法宝 逗美、抢镜 很近距离 而且吹得很大声 有很多耳末都穿了 熬冻企足几个小时 每个人都说值得 每次都在家看今年 就是真实看 有些人好像扮那些孔雀的翅膀 很漂亮 天气洞有没有影响到 没有 还好 因为有过年气氛 冬冻地 海洋公园 因为很漂亮 那些米旗路士呢 在车上的米旗路士是金色的 还有还有卖车在那里 他们是大会 特别邀请来看巡游的低收入家庭 有些还是第一次出尖沙咀 今年巡游改了行梭士巴厘道 由文化中心出发 去到摩地道接返 全程大约两公里 有线电视记者去了全报道 年初一早上 录得8.2度的低温 是12年来最冷的年初一 可能因为太冷了 不少市民到下午才出外拜年 又去秋夏说一下市面的情况 拜年不想两缩椒 可以买三果做手信 然后温满 多一点三果 为什么买吉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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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说虽然经济好 三果腩也不算很旺常 不止买三果要说好意头 老板说买的都要 看看这个价钱就知道 168 就是希望拿个一路发的好意头 希望大家都过过肺年 大年初一 全日天堂地冻 隔翻串鱼蛋暖肚子都不错 新年快乐 去拜年一家大小总动员 小朋友都精心打扮过 美发财身体健康 花高长大 便利店的店员包礼物就没停手 有人选在迪士尼乐园 找着塘装的米旗和米尼拜年 美国小镇大家有没有金龙 谢谢大家 还有行政总裁安明志送破年礼物 拿个耳头想步步高升 可以搭昂平纜车 排队上山在高空感受新年的气氛 不过就要穿衣服了 因为昂平全日的气氛只有三至四度 有线电视记者去秋夏报道